欢迎大家收看今日6度中国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指责中国对军用飞机进行危险空军演习的行为模式 五角大楼发布了强制性中国战机的录像片段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至4.9% 政策干预措施加剧了这一趋势 中国经济复苏势头增强 逐渐接近年度目标 BHP将昆士兰胶煤矿卖卖给Whitehaven 请大家收看 美国指责中国对军用飞机进行危险空军演习的行为模式 未报 美国指责中国在国际空域对美军飞机进行危险和挑衅性的空军演习 五角大楼表示 自2021年秋季以来 中国飞机已经在东海和南海地区威胁到美国飞机的超过180起事件 美国警告称 这些侵略性的战术可能引发两国之间的意外冲突 如果计算上包括美国的盟友 这一事件数量将增加到近300起 美中关系正处于多年来的最低点 存在着贸易 人权 台湾和南海等各种问题的紧张局势 五角大楼发布了强制性中国战机的录像片段 BBC 五角大楼解密了一些视频 显示中国战斗机在国际空域中与美国飞机危险的接近 国防部助理部长伊利·拉特纳表示 自2022年以来 中国军机已经发生了180多起脅迫性和冒险性行动 这可能导致意外冲突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至4.9% 政策干预措施加剧了这一趋势 日经亚洲 2021年第三季度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4.9% 较上一季度的6.3%有所下降 然而 这一结果超过了市场预测的4.4% 中国采取了多项措施 包括降低利率和新房购买首付门槛 以促进借贷并应对COVID-19疫情导致的经济复苏乏力 对于2023年的GDP预测存在分歧 一些经济学家上调了预测 而另一些则下调了预测 中国经济复苏势头增强 逐渐接近年度目标 南华早报 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加速复苏 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长1.3% 同比增长4.9% 高于经济学家平均预估的4.5% 然而 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仍对经济造成拖累 前三个季度 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9.1% 尽管经济指标有所改善 独立智库安邦警告称 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已经出现 政策难以阻止这种放缓 BHP将昆士兰胶煤矿 卖给Whitehaven 悉尼仙区晨报 BHP正在将其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 Donia和Blackwater煤矿 出售给Whitehaven Co 这是这家矿业巨头 继续从化石燃料中剥离出来的一部分 这笔交易的规模尚未披露 将使Whitehaven成为这两个交媒项目的首选投标人 作为一项专注于可载生能源 电动汽车和农业的战略的一部分 BHP一直在出售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产 一旦交易完成 该公司将成为第三大冶金煤供应商 BHP没有计划出售昆士兰州的其他煤矿项目 澳大利亚对AUKOS协议的延迟表示不满 现在英国也开始质疑了 南华早报 英国皇家海军司令本基提问了 AUKOS项目面临的官僚障碍 该项目旨在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 基批评了美国的法规 如《国际武器贸易条例》伊塔尔 该法规管理技术转让 并表示在西方大国面临竞争环境的时候 不应该利用这些法规来保持竞争优势 他认为重点应该是确保安全框架 而不是阻止对手获取技术 基引用了1996年 对英国海军力量官僚障碍的批评 警告过度监管可能会妨碍战争时的成功 这些评论是在拜登政府努力放宽 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技术共享规定之际发表的 但进展有限 美国将中国与更多芯片断绝联系 NVIDIA受到冲击 BBC 拜登政府收紧了对中国销售先进芯片和半导体设备的限制 比优势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此举旨在防止中国军方进口这些技术 这些限制预计将对芯片股票产生重大影响 尤其是英伟达 因为中国占据其数据中心芯片销售的重要份额 半导体行业协会和中国大使馆都对新的限制表达了反对意见 这发生在美中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之际 人们担心资源民族主义崛起 各国为战略目的而囤积关键材料 拜登访问之前 以色列对平民的待遇成为重要问题 华盛顿邮报 拜登政府正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 即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时 还要应对不断上升的人员伤亡和国际支持者的潜在反弹 与此同时 巴勒斯坦当局报告称 周二加沙市一家拥挤的医院遭到袭击 造成至少500人死亡 这进一步增加了 自以色列军队在哈马斯最近袭击之后 开始空袭以来已经超过2000人的死亡人数 这种情况给拜登总统 在前往中东与以色列式Solidarity时增加了额外的挑战 拜登对医院爆炸表示愤怒 并重申美国支持保护冲突中的平民生命 结果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 阿巴斯取消了与拜登的计划会面 埃及和约旦的峰会也被取消 拜登政府已经宣布保护平民生命和提供人道援助是优先考虑的 同时避免批评以色列的战术 然而他们已经敦促以色列领导人通过促进援助进入加沙来减少平民的痛苦 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拜登承诺无条件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的目标 但他和他的助手们警告不要重新占领加沙 并强调他们期望以色列遵守战争法 这场危机使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制定防止战时平民死亡的保障措施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去年政府成立了一个旨在防止追踪和应对美国军事行动造成的平民伤亡的倡议 并批准了考虑人权和国际人道法的武器转移新指南 然而随着报道的巴勒斯坦伤亡人数不断增加 扩大对以色列的美国军事支持 现在对美国来说具有重大考虑因素 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年度军事援助的最大受益国 每年获得超过30亿美元的援助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本期简报中 我们涵盖了一系列有关中美关系 中国经济 煤矿交易 以色列冲突 以及美国对中国芯片的限制等新闻 让我们来简要总结一下吧 首先 美国指责中国在国际空域对美军飞机进行危险和挑衅性的空军演习 这不仅引发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还可能导致意外冲突 另外 五角大楼还发布了一些录像片段 展示了中国战斗机与美国飞机危险接近的情况 其次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4.9% 这是由于政策干预措施加剧了这一趋势 尽管如此 中国经济仍在逐渐接近年度目标 但房地产市场低迷仍对经济造成了一定的拖累 此外 澳大利亚的BHP公司正在将其位于昆士兰州的焦煤矿出售给Whitehaven Coal 这是该公司继续从化石燃料中剥离的一部分 这一交易将使Whitehaven成为这两个项目的首选投标人 在国际事务方面 拜登政府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时 也面临着如何应对不断上升的人员伤亡和国际支持者的反弹的挑战 与此同时 以色列冲突中的平民伤亡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最后 拜登政府收紧了对中国销售先进芯片和半导体设备的限制 这引发了对芯片股票的担忧 特别是英伟达 总的来说 本期简报涵盖了一系列重要的新闻 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紧张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国际煤矿交易 以色列冲突 以及美国对中国芯片的限制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对国际局势和各国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